我在网上认识男朋友 阿豪终于要跟我见面了 要不你陪我去吧 好啊 挺开心的 还好吧 对了 跟我回酒店放行李箱吧 我觉得你跟照片不太像啊 怎么回事 修了下图 你演得不错啊 不是跟九九聊天的不是你吧 真正的阿豪将九九的信息都卖给了你 达到你不得到 你之前跟舅友说你是内蒙的 你一下十七度刚下飞机 不会穿成你这样 你曾说过对芒果过敏 刚刚九九给你演的就是芒果汁 不出意外 阿豪是个用了变身器的女人 因为女人更懂女人 本案令由网友戴安娜提供 姑娘们 网恋需要保持理智 信息透露过多会被不法分子利用 出自约见网友时 一定要找人陪同 我是小雨 帮女性远离伤害 我到家了 要进电梯了 先挂了 今天挺冷的 是 你去几楼 23楼 她按了下行电梯 却跟我进了上行电梯 电梯内只有我们两人 却选择站在我身后 而且从楼到底的镜子 看到她在后面盯着我 我故意问她要去几楼 她在慌张中说了最高楼层号 紧张 撒谎 那一层是天台 只有物业有钥匙 2014年 北京 一女子在电梯中被抢劫后 拖至地下室 遭遇不幸 姑娘们 尽量避免夜间单独与陌生男性 乘坐同一电梯 注意周围环境 并提高警惕 我是小雨 帮女性 远离伤害 好 我知道了 我看着买就行了 你在家等我吧 对 哎 你像有机是吧 别跑啊 别跑 还能跑得动吗 快去在前面吧 走跟我回家 你干嘛呀 她俩是一伙的 穿着皮靴还是姑娘 她又真想跑 两步不又把你甩开了吗 还有后面帮你的人 视线一直在你身上 连你都没超过 她根本就没想帮你 你再往前跑 看是不是就小胡同了 2009年开口 一女大学生遭受抢劲 追赶嫌犯后受到情害 姑娘们 遇到这类情况时 千万不要独自追赶 立即报警 以免受到二次侵犯 我是小雨 帮女性远离伤害 你没事吧 姑娘我肚子太痛了 走不了路了 那要不给您叫救护车吧 姑娘你真是个好人 我家就在那个单元 就不麻烦你了 那您走得动吗 要不你还是把我送回去吧 不如把你送派出所吧 之前人多的时候 没有任何呼救的意向 直到我出现后才寻求帮助 不接受间接救助 只要求送回家 眼睛不停向上瞟 如果不出意外 三楼窗前的男人 就是你老公吧 在帮助你之前 我手机已经打开了录制功能 以后最好也不要做出格的事 2013年加姆斯 女孩好心送孕妇回家 反被孕妇老公在家中杀害 女孩们 不要被眼前的表象迷惑 一旦你的善意被利用 就很可能对自己造成危险 我是小雨 帮女性远离伤害 你好 你的外卖 谢谢 不好意思啊 刚才外卖下雨 都淋湿了 那我拿毛巾你擦擦吧 谢谢了啊 那就不打扰你了 谁啊 姐 你的外卖 你疯错了吧 我男朋友给我做好饭了 好吧 昨天我给她拿毛巾 地上有湿的脚印 我断定 她期间潜入屋内探查情况 早晨我发现门口的符号 单身女性居住 最重要的是 现在虽然是饭点 可是我并没有点外卖 不能确定她的意图 但肯定有潜在的风险 2016年 上海 外卖员余某 纵餐时见色起义 又是侵害女子 女生独自一人在家点外卖时 最好不要亲自去餐 将外卖放在门口即可 确定周围没有人时 再打开房门 我是小宇 帮女性远离伤害 再吵一下 这是小宇 你好 宝贝 我有点累了 肉身之所 走吧 来 不干了 随意 不劳 喝不了 那去水果吧 被你下药了 什么 这样给小宇下药 别装了 两位合作的不错 杯子旁有白色粉末 杯子上的唇印方向也不对 所以拉我去卫生间 是在给她创造机会 而且 眼神多闪 无自然的假效 又继续暗示水果中也被下药 一面之缘 我们还算不上场 2016年猪中 两名妙龄女子在KTV被人下药后遭受侵害 姑娘们 在公共场所 自己的饮品不要离手 我是小宇 老女性 远离山海 说 那个口红我终于买到了 我跟你讲 我找了好多好多代购 太自由了 那我们快点回家 不能暴露家庭 你招手来车 我有手机约车 大队大队 怎么了小姑娘 你帮帮我们 后面有人站住我们的 小小姑娘 有我在 别怕 等等 我约的车子在后面 你怎么知道他俩是一会儿的 刚刚你要拉车门时 自己一侧嘴角微微上扬 是得逞后的窃喜 车来时打了双闪 说明早就停留了一段时间 而且那辆车的车牌被遮住了一半 2017年 我是小宇 帮女性远离伤害 不好意思啊 你这么快就到了 就想去梦里接你 路这么宽 故意产生肢体接触 紧张 焦虑 刚才那个男人走了12步 突然停下 只能到楼道的拐角处 而且他并没有拿重路 不需要尊重休息 我打开摄像头 发现他果然停下朝我张望 这就是危险的讯号 2015年成都 一女子下班回家后被尾随 在家中遭遇抢劫后被侵害 姑娘们一定要注意 独自回家时 如果发觉危险 切勿在自家门口停留 我是小宇 帮女性远离伤害 哎呀 最近吃的好饱啊 又要下飞了 哎呀 咱家锁怎么不好用 我先卸个花啊 快逼我拿了 你去门 哎 你事怎么这么多呀 到底干嘛呀 快跑进家里小偷 门店我每次出门时都会对准门框 回来却是歪的 还有家里卫生间的门 除了里面有人 其他时候都是开着的 说明我们突然回家 小偷情急之下躲进了卫生间 2016年烟台 一名男子入室盗窃 在刑机暴露后 持气行凶 将屋主杀害 如果正好撞上不法分子 在家中行窃 可先将其放行 再四季报警 我是小宇 帮女性